宗主站了起来,迈步往前走,那步伐中带着一丝急气,那眼中有着难掩的探究,他来到青衣少年身边。 丹药可成了。 嗯,成了。 他走上前手一扬,将炉盖打开,将里面的三枚丹药取了出来,然而其中一枚是易丹,丹药颜色不太一样。 另外两枚丹药却是纯正的极品九阶紫心破障丹。 凤九将三枚丹药放在那一旁的桌面浴盘上,散发出来的浓郁灵气让围上前的宗主和各位丰主看呆了眼。 竟,竟是六阶极品丹药,而且三枚中仅有两枚是成功的。 一位丰主睁大了眼睛,看着一旁的青衣少年。 你,你到底怎么办到的?你小小年纪怎么能炼制出这样的丹药? 几,几品六阶紫心破阳丹。 挤进来的耀风丰主,神情皆是震惊,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丹药,生怕自己看错了。 怎么会,怎么可能? 白青城不知何时也来到桌子旁边,看到那两枚弥漫着六阶稻纹的丹药,他脸色一白,心一慌,双腿一软,直接跌坐在地上。 凤九将众人神色收入眼中,看向耀风主。 叶风主,你的丹药呢,拿出来比一比,就知道谁胜谁负了。 你到底是谁? 叶风主目光死死地盯着他,拥有如此恋丹天赋的人,不可能是默默无闻之辈。 这个少年,到底是什么人? 凤九勾沉微微一笑,拱手向众人行了一礼,声音闲散而带着一丝笑意。 各位啊,正式介绍一下,在下凤九。 凤九? 这名字我好像在哪儿听说过呀? 我也听说过,只是不知何时听谁说起的呀。 宗主,各位风主,这一场比试是不是在下赢了? 众人也顾不得再去想凤九究竟是谁,他们相视一眼,目光略过难以接受的耀风风主,以及那失魂落魄的白青城。 药风主输了,输的是一株五百年份的七星灵层,而白青城输的却是他自己的一生。 师尊,请宋明看向他的师尊,天阳宗的宗主,他相信以他师尊的为人一定会公正处理。 宗主深深地看了耀风主和白青城一眼,与旁边几位风主低声说了几句,这才用蕴含着凌厉气息的声音开口说着。 这场炼丹比试由凤九生出。